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惠灵带你飞 那我们的Vlog也放松了几个礼拜 在后台有收到很多小伙伴的留言 主要还是在问肯尼亚旅游攻略的事情 福音到了 从去年开始呢,我就有自己在设计一条市面上面没有的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去看肯尼亚的一条旅游路线 那这一条路线设计出来之后呢,非常有幸 去年的12月份,带了三位从上海过去的朋友 带他们去走了一趟真人版的惠灵带你飞 那从这一集开始,我们之后十集的内容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来进行 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三位团员 第一位团员,Mark Antoine Malia 现居上海的法国人,江湖人称,马哥 从事餐饮馆里,性格特征,狂野的外表 柔软的内心,非常的细腻跟感性 不受组织安排,常常在团队里自我行动 为什么会来肯尼亚? 作为惠灵的男朋友 如果没有去过非洲,就不算真正的了解他 对,他是我男朋友 OK,第二个团员 杨田,现居上海的山东人 江湖人称,杨大妞子 从事广告行业,性格特征,热情,直率 有时活在自己天马行空的世界里 久久不能自拔 为什么会来肯尼亚? 来帮第三个团员贪防费的 那第三个团员,兵俊贝,现居上海的上海人 江湖人称,兵丁,从事线下活动执行 性格特征,因为工作背景,是团员当中最守时的 偶尔会被团员二带偏 小小的身体里,藏着巨大的能量 非常热爱探险 穿脏线,极线运动都不在话下 怎么会来的肯尼亚? 惠灵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肯尼亚 我说好 那介绍完了我们这三个团员呢 大家是不是非常期待? 相信我,我们这四个人加在一起 就是一台戏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是惠灵 一个在非洲长大的上海女孩 关注惠灵带你飞 看我如何玩转非洲 现在是早上六点三十四分 然后我们在肯尼亚的机场 再等三位小伙伴出来机场 然后接上他们我们就可以回家啦 所以我们在肯尼亚的旅程都是 如果您直接来到肯尼亚 你是否干什么吗? 你怎么回家来到肯尼亚 哪是你的肯尼亚 因为这也是他来到的东西 为什么他来到的肯尼亚 在广州 是你 Conseil 现在 然後我來 我來睡 你什麼要做呢? 一星期逛一圈嗎? 不,我做了一個證明 我今天早上出门是要来接三个人加这三个人的行李 现在我接到一个人这一个人没有行李 还有两个人连他们转机的航班都没有赶上 所以本来我们一起应该六个人的给你们看看我们这个车上面到这个桌子 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接到第一位乘客的一个小背包 We're in the middle of CBD 另外两个姑娘应该他们已经到了 然后司机分头去把他们已经接到我们现在要会合的地方 我们会合的地方就是马赛市场 Yo 你要把你手机拿开 谁两个人早上航班都没有赶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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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哪个 我想要这两个 这两个 白色呢 白色不翘 你找一个眼色翘的 其实我觉得橘黄色的吧 我也不然了 我觉得橘黄色的 我觉得橘黄色的 好 那你要你两个 我喜欢 我要三个 我要三个 那你要几个 三个 丁丁你喜欢哪个颜色 没有 我也喜欢 没关系 你跟他买一样的颜色 无所谓 你们交换着带就好了 没有了 黄色没有了 你需要另一样的颜色吗 你需要另一个颜色 你需要另一个颜色 我可以给你另一个颜色 找另一个颜色 这些颜色 你看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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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な divers 陪云霍共赛 他爱同一项 나는 你还是 他 他 只会 没有 十分 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马赛部落的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然後這個呢 就是...不是,這個是男的 這是男的,不是男的 就是男的,不是男的 這個就是馬賽族的 戰士嗎? 所以你要這個,OK 等一下,你們要做這個 我不會跳 馬賽族就是這邊跳的 他們就是跳很高 但是他們要帶那個大的 不會跳嗎 哦! 真的啊? 欸,不會跳 你看啊 來,兩位,有什麼問題嗎? 嗯,我們剛剛逛的那個市場 是什麼市場啊? 那個市場叫馬賽市場 鏡頭對著我們了嗎? 鏡頭對著你們了 然後那個市場呢,就是一個禮拜七天 每一天都會在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像趕機一樣 然後我們剛剛買項鍊 就是那個年紀不大的那個女的 他是正宗的馬賽族 因為你看他們的那個穿搭 就看得出 我看他耳朵上都是 對,他們身上的飾品特別多 然後只有他們會編 我們買的那種特別的一種編織的手法 嗯... 那這個珠子是什麼做的啊? 這個我也不知道 但是這個就是beat 嗯... 丁丁給我們示範一個 然後他要跳跳跳,對嗎? 對 這一幅畫就是馬賽的... 戰士們 戰士們 對,馬賽 warrior 他們說呢 作為馬賽族 就只有男人可以作為戰士們 但是怎麼樣你才可以作為戰士 你要先殺死一頭 那個獅子 你才可以作為戰士 所以馬賽族其實他們跟當地的一些就是說 怎麼說呢 動物保護 一開始也有很大的衝突 因為那些馬賽族就是要殺了獅子 才能證明自己是南漢的 對呀 獅子的血 對呀 但是現在就是當地政府也是把這些馬賽族 讓他們更多的參與進來 到這個野生動物保護 現在要去... 我們今天的下一個行程 下一個行程呢 也是在市中心的一棟辦公大樓 叫KICC 然後KICC的樓頂 有一個秘密的直升機降落點 所以我們現在是5點...5點半左右 我們要趕在6點之前進去到那棟大樓 然後登頂就可以在6點的時候看到他們的日落了 哎呀我們應該帶... 不有很多人嗎? 我們應該帶瓶酒 不要說這個 沒有我們現在要Q這個關鍵問題 既然是秘密的 那麼慧林為什麼要知道呢? 因為呢 我就是來了肯尼亞很多次 而且我就是一個Local 所以呢 跟著慧林玩 慧林帶你飛 哈哈哈 現在到了KICC 大家看一下哇塞這裡那麼多的五星紅旗 好驕傲 我們待會就是要爬到這個最高一層 沒有圍欄的最高層 然後上面是一個直升機的降落點 我們要在上面去看日落 看看這兩個興奮的 哈哈哈 出道非洲興奮的 這個已經帶起來了 馬上要融入當地文化 我們來看看這個 是不是挺好的 走進非洲裡面的女子融蟲 叫Karen Blackson 然後她訴說的 她電影跟書裡描述的那個時代 其實就是英國人剛剛到了肯尼亞 然後開始要殖民的那個時代 然後肯尼亞呢 差不多是到1963 1963年獲得他們的 然後他們第一屆的總統是叫 所以這個是等於他們的 Founding Father 就是為為國的民主立功的 這樣的一個大人國 然後我們現在用的那個 那個紙幣 Karen的紙幣上面都是 來看一下 看一下紙幣啊 看到沒有 Karen Blackson 這個就是他們的總統 第一屆的總統 她的眼袋好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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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辛苦啊 但是呢 現在會的其實已經不是Karen Yata了 Karen Yata的就是他們的家族 其實在Karen Yata非常有力量 但是前兩年呢 有一個政變 為什麼政變 發生了什麼事情 走我們先去 我們先去看日落 卡 第二集告訴你們 不是美人都知道嗎 Let's go 我們再往上面走一層 這個就是 最秘密的通道了 一般新人不知道 這裡 對 從這個旋轉再上去 上面就是無邊呢 走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哇 現在三個三個小時 我擺盤 給大家展示 三百六一的總統 三百六的總統 那麼卡拉幻 有了 斷斷 - 非常自然的跨界就是这样发生的发生 - 很像他们就这样把明迪的一团大的跨界带到中国上海了 - 但是你知不知道 这些人在中国没有知道这些音乐员 -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 没有人知道这些音乐员 - 如果他们去欧洲的话,他们会不会想到这些音乐员 - 内罗比的夜生活,超级超级的广告 - 卫林,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是叫奥克曼 - 是内罗比的一个潮流之地 - 然后每个礼拜二这里会有一个电影夜 - 电影之夜呢,会播放非洲导演的一些作品 - 今天晚上有一个放给我们非常想看 - 所以我们就过来啦 - 今年晚上有一个放空外来... 第一天 第一天怎么样 困死了 困死了 打哈欺 除了困死了 我们超开心的 超开心的 超开心的吗 我看了很多艺术家 有没有觉得一下子就 24小时不到就融入当地生活了 哎呦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不融的 哦 这个真有趣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 这个特别的呢 是 哦 这个 哦 看起来 哦 哇 看起来的 claws rolling in 大家